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琼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跟大家谈的是 儿童动态拍摄还有人像拍摄 这是一个非常专门的一个部分 我们都知道 专业的摄影学里面 有非常多人在谈 动态的儿童怎么拍 人像怎么拍 甚至在这些脸部的修饰等等 这些后置的部分也都有专输 那基本上拍人物 要拍的活灵活现 其实它具有一定的深度 然后人像的拍法也有很多 那比如说车展中心的model 或者是外景外拍的model 或者是结婚摄影的模式拍摄 无论是内拍或者是外拍 那包括在一些喜宴场合 灯光的一个制造等等 那这些都是非常多拍人像的各种模式 那甚至你会看到有专门的人像摄影师 是专门在拍这个细部的部分 那儿童动态拍摄 其实在最近这几年 我们的市场应该算是非常的蓬勃 那大家蛮喜欢 蛮喜欢这个带在家里的小宝宝 大概三五岁 去拍个这个专辑 替自己的成长留下一些记录 那这些照片其实都不太好拍 大人的人像要能拍出韵味 而儿童的这个动态拍摄 要能在儿童乱动的一个情况之下 而不是被安抚的情况之下 拍出动容的照片 其实都是具有一定的难度 那很多时候呢 这个儿童拍摄的这个专辑的时候 通常是把小孩抓进摄影棚 然后利用摄影棚里面非常多的 这个色彩鲜艳的一个道具 然后让儿童穿上漂亮的衣服 跟这个一般大家在拍写真一样 摆出一些pose 然后留下记录 基本上那样的东西是比较僵的 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在这个单元里面呈现的是一个 在生活中的拍摄模式 而不是一个比较摄影棚的 比较五花八门的 专业的农才的这样子的一个拍摄方式 我想这个是一开始 我们就跟同学谈的 那希望后续同学在掌握一些技巧的时候 不要往那个方向去走 那以下我们的课程 那第一个部分呢 跟同学分享的是这个儿童动态的拍摄 那以下全部都是 以前你们学长学姐的一个作品 绝对不是这个 外面多么专业的这个摄影师拍的 所以在这边也就分享给大家说 其实你不要想说 我今天是一个学生 或者是我今天拿了一台小DC 我可能拍不出好照片 绝对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课程里面 给同学看到的照片 全部都是以前同学的作品 那儿童动态拍摄 有一些要点 必须要去掌握 我们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 让照片具有前景深 会有比较好效果 就是说你让它有景深 那有景深有什么好处 因为小孩子乱动的情况之下 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 把fox在一个 你想要呈现的一个环境 所以背景通常是比较乱的 那当背景比较乱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创造一些 这个景深模糊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子呢 可能比较容易凸显主题 那你说老师 我就是没有办法做任何辨识的一个DC 那我就会全部都清楚 我没有景深 那怎么办 如果没有办法创造景深的话 那请你注重环境色彩的一个变化 其实坊间现在大家到手的一个小DC 通常来讲 它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模式 它不见得会告诉你说 我叫做景深 那它通常会有一个小花模式 那小花模式通常就是 我们拿来做一个 镜射利用之用的 那你也可以试图的拿小花模式 因为每一台相机的 小花的这个 都镜射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以去试试看 看有没有办法利用它 来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感觉度 OK 好那如果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创造这个景深 让这个背景去除 那你就开始去注重环境色彩的一个变化 那或者是环境线条的变化 那你可以去捕捉这个线条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是一种摄影的手法 好 第二点呢 动态的捕捉 两种方式 那小孩子可能跑跑跳跳 那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让这个环境瞬间凝聚或者是把他这个移动的过程给拍下来 那这两种模式我们在前面课程都跟同学讲过 都跟同学谈过 到底是快门为主呢 还是光圈为主 那这个东西 你可以去把速度放慢 那看到它移动的一个特性 那这也是一种拍摄的方式 好 第三点 主题明确性 还有框井 井框里面的尺度的一个掌握 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框框里面有非常多的线条 那尤其是你在拍人物的时候 如果全身拍摄的话 除非井框配置非常的好 不然 不然我们就建议同学拍人物 以半身或者是肩上的效果可以呈现特性为原则 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拍出还不错的照片 因为毕竟呢 你不是要拍一个形体 不是要拍一个形体 那当然呢 这个说法就跟你可能带着相机出国去玩的时候 必须要在某一些景点拍摄叫做到此一有的照片 那个模式就不太一样了 OK好 清楚拍摄的一个态度 这是我们一直在跟同学重复说的 包括色彩 包括构图 包括主题 包括焦点 包括景深 包括快门 包括光圈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说 同学你自己能不能做一张大表 你几月几日拍的哪一张照片 你稍微形容一下 然后呢 你把相关的讯息全部都记录下来 那你最后你在看到你自己照片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去做很清楚的一个比对 或者是说 你拍完照片的时候 你前面有一个记录 拍完照片的时候 你自己再去做一下比对 我这样子 比如说我的快门订多少 那你自己去检合说 这样子的快门效果 快门跟光圈配合的效果好不好 如果好的话 你就去打个勾 所以下次呢 你再拍好 比如说我今天拍的这张 我觉得拍的很棒的作品 是一个户外的半身的人像照片 那你就知道说 那我这样子搭配 其实在一个阳光非常强烈的状况之下 可以呈现很好的效果 那你甚至后面还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叙述跟说明 那这样子慢慢累积这些资讯的话 你以后就可以把照片拍的很好了 好 以下我们来看 利用一些案例来跟同学做分享 第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都看过这样的照片 我相信每个同学也都拍过 很重要的一个 拍这种照片失败的原因 当然场景混乱 然后不知所云 然后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测光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 是同一个人同时间 在同一个公园里面 拍摄出来的一个照片 那就是在测光度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拍出来不同的一个照片 那实际上同学在欣赏别人的照片 其实是蛮容易的 你一看就说 这不好看 好 但是在不好看的一个成因之下 实际上同学都蛮容易 大家都蛮容易拍到这样的照片 往下来看 然后我们来看看景深的差异性 你可以去做一个主体的一个强调 左边右边两张照片 哪一张有景深 我想很清楚 那你就可以发现说 主体强调会比较清晰一点 有没有 主体强调会被清晰化 然后再加上你注意这两个小孩子 他们都有一些 因为这是黄昏时候拍的 大概四点多吧 我记得 那大概这个时候 你会看到一些影子 跟五官之间的一个细微的变化 那这个是可以去捕捉到的 OK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拍大头照 小朋友的大头照 那我这个时候 我就去注意这个框框里面的东西 跟这个颜色 我就是小DC 我没有办法做到景深 好 请你给我颜色的一个变化 请你给我一个颜色的变化 还有线条的一个变化 那不要忘了 你看这两张照片 几乎拍的都是正面 不要忘记 我们一直重复的在课程里面讲 小孩子拍正面 OK 天真无邪 但是大人的话 尽可能就不要拍正面 后续我们也会有些作品 来给同学看一看 好 再过来看了 主题跟背景之间色彩的一个关系 你看 老师也用同样的 同样的照片 来跟同学来做分享 那你看到 这是同一个小孩 这是同一个小孩 然后不同的这个场景之下 拍出来的照片 那你就可以发现说 右手边这个小孩好逗趣 因为他左右两边有一些黄色的颜色来去做一个装点 再过来他的比例关系 跟天空之间的互动关系 相对的左边这个小孩 你就会觉得 那右手边这个小孩比较活灵活现吧 好 所以这个就是跟同学来做一个分享 那同样的 这两张照片也是同一个人拍的 同一个人拍的 同一个场景拍的 那你就可以发现说 所以一直在提点大家 拿着相机 我要按下快门的时候 多按几张 多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同一件事情 你会有不同的收获 所以这边就看得出来了 好 再过来 主题的背景 色彩之间的一个呼应 还有这个流动性 这两张照片拍的都是小朋友在游戏的一个情形 那但是 他们的背景也都很单纯 好 那左手边这张照片 他是看到水泥地 好 右手边这张照片 就是在草地上 好 你就会觉得说 比较活灵活现了 有没有 好 所以这也是同学可以可以思考的一个部分 好 好 再过来 好 一样 背景跟主题的颜色 好 左边的这一张 好 一样 就是这个PUD版 好 灰色的 右手边的这一张 你就可以发现说 诶 他的色彩被丰富了 好 然后呢 这个 小孩子的这个眼神 好 跟你的镜头对到的那一刻 他是真实的 好 他是真实的 OK 然后 最主要 右手边的这张照片 整个构图比例 线条 错落之间的关系 他的斜向横切面 纵向横切面 留的比例 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同学可以参考的 好 再过来分享这两张 好 这两张都是这个 谈 要跟同学谈 我在拍大头照的时候 好 呃 比例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呃 小孩子 有的时候 不一定要留出拳头 包括大人也一样 好 那到底切点在哪里 好 切点在哪里 然后 呃 我们都会知道说 老师一再提醒同学说 诶 那你拍 人物的时候 好 拍人物的时候 因为人是直升的 好 所以你尽可能的是直拍 好 但是有的时候横拍 或许也会产生一些 还不错的一个效果 好 所以这也是同学 可以多多去 呃 利用思考的一个部分 好 一样 好 版面的掌控 好 你可以发现 诶 这两张 好 也是同一个小孩 不同人拍 好 在版面的设定上面 好 呃 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一个做法 好 那 呃 面对这个镜头 好 面对镜头 这个按下快门的同时 好 你你就可以发现说 诶 那我到底要不要把把人物拍大一点 好 或者是拍小一点 好 那呃 后面的这个景物 好 到底出现到什么程度 好 这也都是同学可以去思考的 好 再过来呢 啊 你视觉角度的不一样 好 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好 所以你不一定都要站着拍 好 我有的时候觉得 很棒的是 好 呃 有一些小孩子去拿相机 因为小孩子矮 好 所以从他们的角度 去看世界 拍出来的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美丽 好 好 所以同学呢 在拍摄的时候 一样 可以去多动一动你的身体 好 去动一动你的身体 从不同的角度去拍 那当然 还是不要忘记 好 他的肢体语言 好 跟你构图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哎 这两张照片 好 也都是有阴影 好 也都是拍正向 那因为他的这个 啊 高度 也都一样 但是因为比例尺度大小不一样 产生了不一样的感受度 好 然后呢 呃 有一些同学的相机 好 可能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调校 好 好 去做一些颜色比较啊 鲜明跳动的一个啊 拍摄结果 好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呃 下面有几张同学拍的照片 是整个主题的一个饱和度 非常完整的一个状况之下 好 也可以呈现出呃 还不错的一些效果 好 有没有 好 这都是同一位同学呃 的作品 好 就有点像呃 我们在拍杂志等等 好 呃 这些东西呢 可以由于什么东西的不一样 好 可能呃 你底片的一个ISO值不一样 好 底片的ISO值不一样 好 它可以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特殊性 或者是呃 你去做一些呃 拍摄前的一个调校 好 呃 也可以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出来 当然呃 这个跟相机有有有蛮大的 一个关系 好 好 再过来我们谈一谈 小孩子讲完了 我们现在要讲大人 好 那 其实 呃 小孩子难拍是因为他会动 好 那 大人 大人难拍 是因为 嗯 大人看 不喜欢看到自己不好看的照片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好 呃 人像 怎么拍 好 半生人像 其实不好拍 那尤其是大人 好 刚刚讲过 那为什么难拍 好 因为呃 当然就是这个 比例啦 好 表情啦 好 线条啦 好 构图啦 然后再过来就是呃 因为大人的脸 好 已经不像小孩子那么天真无邪了 好 所以呃 你可以去呃 尽可能用一些这个光线 好 来去做这个一明面不同的一个呈现 好 那呃 呃 要拍摄人物的时候 好 呃 我们不要求同学说 啊 我你去找一个专业的model来让你拍 好 我们希望同学拍的是同学之间的一个生活照片 好 那你这个去找这样子的同学的时候 好 你当然也要考虑到说 呃 你拍摄的场地在什么地方 好 他是什么样子的环境 那你应该要要求你的呃 呃 被你拍摄的这位同学好 好 去做呃 你想要的服装演绎好 呃 甚至呃 怕他的脸部有反光等等好 你可能要去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呃 化妆的一个动作好 甚至有一些呃 脸部不同色彩的一个表现好 那呃 这些东西好都可以方便同学好 在呃 拍摄的过程中可以比较顺利 那当然好在呃 把你的model带去拍的时候好 无论是室内或者是室外好 好 我们拍人像好 其实非常重视的是呃 一明面的表现好 所以呃 我都会建议同学说嗯 你可能带一个打光板好 带带个光板好 那可能呃 可以让你呈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呃 表现好 那以下我们一样来看一看大家的作品 好 一直在跟同学讲好 你拍的 你拍的 人像好 不是正正见照 好 所以好 人好 就算你打光打得再好 除非他真的是没呆了 好 所以不要拍 不要拍正面好 真正没好看 蛮恐怖的好 可以贴在厕所墙面上辟邪 好 ok 好 再过来 一样拍人物好 户外 户外会有一些光线好 可以让你去掌握 那这两张照片其实角度差不多好 好 好 那呃 呃 右手边这边的这张照片 多了一点点红色的柱子去做衬紧好 多了呃 头的角度稍微多转了一点 产生多一点点的阴影 好 就会产生还不错的效果 好 那这张照片的缺点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讲 好 拜托那个照片好 可以稍微移动一下 不要把你的警务 呃 呃 真的一定都要放中间 好 那这两张照片都有一样的效果 好 这两张照片也有一样的效果 好 什么效果 哎 他们都把人物移旁边了 蛮可爱的 好 一举同共之妙 不同同学拍的 好 好 他们都把人物移到侧边 然后呢 共同的特色是什么 哎 他们跟天空 好 做了很好的一个呼应 好 那利用天空的一个清澈 来凸显这个线条跟形体的一个特质 好 所以这两张照片 哎 刚好可以给同学做一点点不同的比对 好 再过来 我们来谈视角的差异 好 就是告诉你 麻烦你拿着相机的时候 上上下下可以给你做不同的移动 好 那你可以看到左手边的这一张是鸟侃的一个拍法 好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好 是仰视的一个拍法 好 同学看到什么 好 同学看到什么 同学看到 好 当仰视的时候又有太阳的时候 好 他的下巴圆圆的下巴不见了 有没有 好 然后人会看起来稍微胖一点 好 人会看起来比较胖一点 好 呃 这个是同学要比较忌讳的 好 那呃 这张照片应该是蛮接近中午的时间 大概午后左右拍的 好 那有一些阳光 好 好 还是蛮强的 好 好 这个时候比较不容易表现这个脸部的立体感 好 所以你一定要去转动这个脸部的位置 好 让他去抓这个呃 阴跟明面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那左手边的这一张 它应该是有一些遮挡物 天气蛮好的 然后上面有一些遮挡物 然后又不是很大的一个阳光 所以呈现的就会 整个步调就会比较平一点 当然有没有缺点 我们还是说 好像分不出那个阴明面的感觉 但是基本上 这个model很干净了 所以让你看起来觉得说 这张照片看起来就是舒服 舒服 OK 好再过来 同学可以旋转一下相机 来去创造你一些比较特殊的 Y7-8的比较戏剧化的一个效果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 都把这个相机稍微做了一下 不同的一个旋转 呈现出一个 其实这两张照片一样 都是在看整个形体的一个跳动的关系 比较没有细部的一个表现 好 然后同样的你在拍照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一下 好 跟环境的互动 身体肢体语言的一个律动的一个关系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两张好 的这个拍摄方式 说法都不太一样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呼应到环境的一个关系 好 然后再过来人像 好在某一些时候 你也可以 拍出一些剪影的一个效果 好 好 那当然 呃 像这张照片 大概在黄昏的时候 好 他去抓住他跟太阳之间互动的一个关系 产生人的剪影效果 好 那不要忘记剪影 好 当然就是只剩下剪那个影 好 所以肢体语言就很重要 同样的另外一种方法 好 正中午拍摄的时候 好 你也可以去拍摄这个非常特别的这个逆光照 好 逆光照 好 也是不错的效果 再过来 好 紧身的一个利用 然后 嗯 我们开始看到同学有开始去 试的去做一些 细部纹理的 好 脸部细部纹理的一个表达 好 那这都是还不错的照片哦 好 再过来 我们来看一看 好 嗯 开始去谈紧身 好 有紧身的照片 那我可以跳出人物的一个立体 然后强调 好 光线对这个影响 然后再看 好 光线跟脸部之间产生的一个 一个变化 还有这个啊 眼神比较细致的一个互动关系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还不错的作品哦 好 室内光线当然也可以利用好 给同学两张照片来看 好 都是室内光线打光的一个效果 好 嗯 室内光线到底怎么打好 这两张照片同学可以看的非常清楚 你看同一个人拍的哦 好 同一个人拍的哦 可能应该是同一个场景哦 好 那右手边的这张力就会说 哇 看得贵哦 好 啊 这个光线怎么打的 好 哎 你随便找都可以找到它打光的一个角度 有没有 好 打得柔不柔和 打得锐不锐利 好 那这个也是给同学看一个反差之间的一个关系哦 好 再看一看 一样是室内光线反差的 好 那 一样 都在室内里面打光 呃 打的位置又不太一样 好 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 好 那左边的这一张很明显的就觉得 哎 他在拍一张 呃 具有一点点 好 呃 艺术味道的照片 好 好 那右手边这一张你就会觉得 哎 为了打光而打光 好 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 也不太去注意 他的光打过来鼻尖好美 有没有看到 好 这就不是我们要的 有没有 好 好 再看一看 好 一样 在室内 好 我们去看一看这个 呃 打光的效果 好 目的在哪里 好 当然就是去抓这个阴影之间的一个感觉 有没有阴明面之间的感觉 好 这两张照片拍的都还不错的一个角度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好 哎 原来拍人物比较近身的一个拍法 大概就是侧面 好 那侧面的角度会不太一样 哎 同样的 好 每一个人 好 左半边的侧面 右半边的侧面 转30度 转45度 转60度 效果都不太一样 包括他的发型 跟他的这个肢体 好 包括他的服装 好 包括他呃 身上有没有什么筋突起啦 等等 好 这些其实都会有影响 好 那当然如果可行的话 哎 你就是要把脸部的这个呃 过分亮光的部分好给去除 效果又会更好 好 再过来 好 让环境度增加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要忘记 在整个框框里面比例关系的一个掌控 那不要忘记 我们还一直在跟同学谈肢体 拍人物 肢体跟环境线条 他必须要呈现一定的一个关系 好 我们看左手边的这一张 好 呃 在他的后方 好 有一个斜的指引 好 有两根纵向的指引 好 跟这个人体拍摄关系的一个比例 刚好呈现一个还蛮和谐的一个态度 好 相对的右手边的这一张 好 大概就是二分之一 横二分之一 重二分之一 直接切 好 就蛮恐怖的一张照片 好 虽然你看 两张照片 他们都是拍出跟环境互动的关系 但是结果完全不一样 好 那你可以发现 这都还是同一个场景 好 都是同一个场景 都是我们上课 大家一起去拍摄的一个结果 好 所以那些照片几乎是时间一样 状况一样的 好 那大家的条件都一样的之下 好 到底拍出什么东西来 好 呃 再过来拍人物 你可以试图的去拍黑白的照片 好 好 那黑白的照片当有黑 只有黑跟白没有色彩的时候 这个时候阴明面的掌控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好 那这个同学可以分享一下还有景深之间的关系 好 好 你可以看到 我到底去抓什么 好 我到底抓什么 然后会有一些线条 好 分割的一个关系 OK 好 那你可以很明白的这样比较之下 你又发现 诶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照片僵了 好 它就比较僵化一点 因为它的线条不够柔美 好 那左手边这一张就是诶 诶 整个线条切得干净利落 好 你看那个 呃 左上往右下的线条 连着它的手背下来的这条线是切的 然后头顶 好 往胸部的线是切的 所以它是一个 呃 X型的一个拍摄模式 好 就可以呈现一些比较具有动态的一个照片的呈现 好 所以讲到这边 大概也跟同学很简单的讲 呃 儿童拍摄照片跟人物拍摄照片的一个基础 也跟也利用了一些 呃 同学以前的作品来让大家知道说 哦 原来就是这样 哦 我以前拍的原来是这样 啊 我这一点是我以前没注意到的 好 那后续同学在拍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效果 好 那空间摄影与应用这个单元 谈到这边 翁彩琼老师讲述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